直播室有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局長蘇錦良 早安局長 大家早安 聽眾如果想跟局長 趁把握機會跟局長談兩句 也可以打來1872881跟他談談 局長剛剛股市開了 說無線電視股價升 你怎樣看股價升的事情 對於股市的升幅我沒有什麼評論 我跟隨我們的機制 在廣播免費電視牌照方面去處理 市場反應最敏感 無線就感謝你了 昨天的決定令到股價升 我想說的是我們跟隨機制 去做這些評審的工作 雖然後果就是這樣 你不是故意的 不過後果就是這樣 當然我們要跟著本子去做事 跟著這些機制 這些機制 去平衡每一間機構的申請 但現在香港電視解僱了320個員工 你覺得是否需要向這幾百個員工解釋 為何香港電視會輸 剛才我來這裡接實訪問之前 收到這個消息 在電台中聽到 我都不太開心 所以今天也有些比較沉重的心情 大家覺得是你造成的 我是行會的其中一個官方成員 這是行會的決定 我想說這次已經把免費電視牌照 由兩個人增加到四個 已經增加了一倍 亦都在電視史上未試過 有四個電視牌照 行會的立場 就是用一個循序漸進的方式 引入競爭 在健康和有秩序的情況之下 去發展這個市場 我想兩件事 即是發牌 發多少是一件事 另外就是不發給香港電視 是另一件事 現在公眾最想知道 為何不發給香港電視 其實我想解釋這個基準 用這個準則是以財政的能力 節目的投資、節目的策略和製作能力 那些是那個準則 但是每一個參與人的準則 得分是多少 這是重要的 所以要根據這些公平公正的準則去平衡 所以我想說回 其實在行會是考慮了很多因素 包括一些對市場的分析 例如有公民報告都說 如果是根據申請者提供的資料 包括他們的業務計劃、營運等資料 市場是不會支持到五個免費電視牌照 持續的經營 所以我們要解釋一下背景是怎樣 所以你容許我先解釋一下背景 為何你不飛了有線 為何不飛了NOW 而是要飛了王維基 其實公眾最想知道這個答案 我給我一個機會解釋一下背景 所以用一個重序漸進的方式去進行這次 重序漸進是什麼意思呢 所以這個選擇是用什麼標準呢 就是剛才我提到的四項準則 而這個準則也是在這個過程裏面 跟這些當事人、這些申請者 給他們一個機會、合理的機會作出申術 而考慮了這些申術和相關一連串的因素之後 去作出決定的 那麼在考慮這四個準則裏面 我們也參考了這些行會 參考了這些商業機構給我們的資料 這些資料都包括商業敏感的資料 所以我才能夠做出一個平衡 所以我不可以在這個階段 能夠公開這些資料出來 或者你現在換了 搬了龍門 今天就不是行會寶物仔 而是因為商業寶物資料 我想你不可以把話說到我的嘴巴 我剛才說過 因為機構保密的機構 也有這些商業資料 而且在這些準則裏面 聽到的申術 花了大量的時間 這個決定不是容易的 這三間機構都很有實力 但是你去交代這些東西給公眾 你不需要披露那些商業機密 你可以知道 原來是黃維基 在某幾個項目 原來是比較輸蝕 其實我昨天在記者職代會裡面 今天我上來不是想和你的辯論 我是解釋行會的 你今天需要解釋給公眾聽 令公眾明白 其實裡面 譬如在節目的策略 或者製造的能力裡面 整體要看這些申請人 他營運方面有沒有這些方面的經驗 他在這方面 譬如在一個電視台的經驗 整體的 不是做一個劇集 或者做兩個劇集 會單方面 是因為這件事 我就會發牌給他 公眾的疑問 亞視也有經驗 但是亞視這樣 為什麼你會保持牌給他 公眾的疑慮 大家都有很多問號 你解釋不到 亞視的牌是十年前發給他的 他快要有一個續牌的時間 也有一定的程序 我相信通訊局 在亞視的續牌方面 會看回他以往的經營 他的能力方面 經營的成績方面 公眾的意見 現在亞視沒有續牌的申請 如果來到的時候 我相信通訊局 也會看回這方面的事情 我們的意向就是 我們的免費電視的市場 是持續的發展 健康的發展 有競爭的發展 所以今次 是引入了一倍的數目的機構 來參與這個免費電視市場 如果亞視不申請續牌 或者你收回他 這個牌 現在已經少了 會否退給亞視機 當然 如果市場的空間大了的時候 情況是不同的 因應當時 有哪一位申請者來的時候 我相信 第一通訊事務管理局 會看這件事 第二 跟著他的建議 上到行政 掌管會和行政會的時候 會充分考慮 但局長 你剛才不停說 其實你是根據財政 他的營運 作出判斷 但問題是 公眾到現在都不知道 其實香港電視需要什麼 那你是不是說 因為我們看一盤數的時候 他的財政不差 如果他攤出來拿公開的資料 是不差的 那現在你是不是告訴大家 在判斷的時候 你覺得他的財力 是不及其他兩個機構的 另外你也會覺得 他的營運 是不及其他兩個機構的 簡單一句 你覺得他的能力 是不及其他兩個機構 是不是這樣 我想說 這個是行政長官會 和行政會議的一個平衡 這個不是我個人的一個平衡 即行會的平衡就是這樣 他的能力是不足的 可以這樣說 整體的相對競爭力 是奇妙電視和香港電視的娛樂優先的 因為局長 你作為問責局長 你有需要讓我們去明白 行會為什麼要做這樣的決定 為什麼行會會判斷 黃偉基的能力是不足其他兩個 行會作出這個判斷 是根據一些客觀的標準 而這些標準 當事人亦是有機會在這個過程中 充分掌握到 但你需要解釋給公眾 是不是好像吳克劍一樣 有些精算師計出來 所以說不出給大家聽 你要告訴我 我們現在給你一個機會 解釋給我們聽 為什麼你們的評估 覺得他是不足 對 你說競爭力不足也有這些項目 財力衰在哪裡 剛才說了 這是行會的決定 所以也是有一個機制 我算我不能夠違反行會的工作 其實這是不是行會的新規定 以後的決定 只能公佈決定 不可以解釋給大家聽 行會一般都有一個機制 這也是我們裡面的內容 我算我不可以透露這件事 但剛才有個前行會成員 周梁淑儀打了上來 說行會的規定可以解釋 這也是 亦在商業的機制裏面 他給我們一些機密資料 我們是不方便用這些資料去作出評估 即是你不說那些機密資料 你就不足以解釋給大家聽 所以你就不可以說 這個評核當然要根據這些申請者 提供的資料才可以作出這個評核 其實局長你應該明白 你要令大家信服 那你就要提出信服的原因 但其實你明白 你今天打開報紙 你敢不敢覺得所有人都是不服氣的 你敢不敢得到這件事 我是理解市民的感受 市民有什麼感受 你理解的 我們要做一個公平公正的處理這些申請 但現在沒有人說得你公平公正 你可以給我一個機會 你不說 但人們就不覺得你公平公正 你可以給我一個機會解釋 我也是不想 我們只是想幫你 讓你真的可以解釋給市民公平公正 似乎你現在不是給我一個機會 我想市民可以判斷我們有沒有給你機會 其實我們要一個公平公正的機制去考慮 今天我聽到有人因為要離職 我也關注 我希望在市場裡 健康的發展 我希望他們能夠找到一些面積電視市場裡的職位 可以讓他們去轉局 公眾最佳的就是 我希望在一個持續發展的面積電視市場裡 能夠多些空間 增加一些發牌的數目 由兩個增加到四個 其實電視市場裡沒有試過這麼多競爭人 其實這樣很可惜 明明你都會覺得 開放市場由兩個變成四個 是好事來的 為什麼現在一面倒在輿論裡面 撇除左部 一面倒你今天看開報紙 其實所有人都會說 為什麼你不發給黃維基 為什麼你回答不了這個問題 我們在記者會所有人都在問這個問題 另一方面看現在是增加了競爭 我們希望這個市場能夠給更多好的節目 你都不願意面對這個問題 我們不是給你機會 你解釋嗎 你又不解釋嗎 你好像沒有什麼給我機會 另外在考慮這些申請的過程裡 你不可以單是因為一個機構 還未發牌之前聘請了若干數目的人 而影響到單方面會幫他們加分 或者是減分 行會在一個公平公正的程度之下 要平均地看回公平的 對三個申請者一個的考慮 為什麼你不讓市場太弱流強呢 其實你不是給他們 他們自己就自然太弱流強 這件事我想說一說 通訊事務管理局 是給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 是有一個建議 這個建議裡面的確是有這個角度 是覺得他支持是發三個牌出的 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 在這件事的時候 有一個看法就是他覺得 市場如果是根據這三個申請者提供的資料 未必能夠支持到五個持牌的機構 持續去運作 所以基於這個原因 他是用一個循序漸進的方式 循序漸進的方式 就是說要看回這三個申請者的相對競爭力 而作出一個評估 這個評估是非常困難的 否則都不會用了那麼多的時間 大家直接覺得你評估錯了 不過今天報紙有個說法 會覺得你們已經報復王維基 因為懲罰他出來說話說得太多 你是否懲罰王維基 這個我完全不同意 我也看不到有什麼理由或者會懲罰或者報復 行會是否因為這樣的原因去不批判 我看不到行會或者我們有什麼理由 是要報復王維基先生 有些人說有政治的考慮 我也看不到王維基先生有什麼政治的考慮 但你現在算不算 你說沒有政治考慮 你說沒有報復沒有懲罰 那你現在是不是洩露行會的機密 為什麼這些你又可以洩露行會的機密 其他的你又不可以說 因為我講到我們評核的基準 以及申請這些標準 是沒有政治考慮裡面 你告訴我 是有政治考慮 我當然要否認這個說法 因為是沒有政治考慮裡面 我說我是不明白 為什麼不批王維基 為什麼你不可以說得清楚 為什麼財政有問題 為什麼頻道有問題 他是不是因為開得太多的頻道 太進取 今天明報的說法就是這樣 他是不是因為這樣 這一點我是想回應的 因為其實每一個申請者提供的資料 他營運的方式都會是其中考慮的因素裡面 這個就是他本身的持續經營的 相對的競爭能力 這個是考慮因素 黃維基先生的確 他六年之內 他打算有30條台 有兩條是自製的頻道 其他的28條都是連營 或者傳播的頻道 這個方式當然是一個考慮的因素裡面 其他兩個申請者的方法是不同的 我想行會也有考慮過這方面 如果這樣就叫他做少一點 為什麼不說出來呢 為什麼你不把這些說出來呢 即是如實這樣跟公眾交代呢 為什麼這麼辛苦呢 沒有辛苦 這些事情要想了一晚 今天才可以說 昨天記者會不說 昨天我們被記者資料裡面 已經披露了這些 你是披露了那個準則 也是以往資深公眾的時候 這些資料大家都看到 這不是想了一晚 是的 準則是看到的 我們看了整個得分 你沒有這樣回答 裡面各個競爭的人 相對的優勢 不過時間關係 我們都給點時間 聽眾去問問題 電話上有陳太在 陳太 不好意思 等了很久 不要緊 早晨 局長 早晨 首先我先恭喜你 因為你政府真的很成功 每一次都可以牽動指民的情緒 你們永遠都播悲劇給我們看 看完令我們很不開心 剛才局長就說 你明白我們有什麼不開心 我想知道局長 你知道我們有什麼不開心嗎 在哪裏不開心 第二呢 我還有一件事要恭喜局長 局長其實在局長裡面 這麼多局長裡面 我覺得你算是最有台形的了 對比吳克劍局長那些 說話真的很好 你絕對有資格做主播 不過很可惜啊 香港電視今早已經宣佈了要裁員 如果不是 你真的可以屈就進去做主播 我見你前面是說得非常好 但後面呢 我們越說越不開心 剛才你提到兩點 第一就是財政的情況 我知道黃偉基那個公司是有上市的 那其實可不可以 因為既然是上市公司 那條數可以看啊 那我覺得如果你reject了他 黃偉基先生應該是很願意 告訴觀眾知道 即是你給透露出來 我想他會 大家都想知道那個解釋在哪裏 第二關於經驗 你說他們沒有經驗 那我想經驗可以請人的 香港這麼多人才 既然請到人 可以發展到一個電視台 給觀眾多一些的選擇 為甚麼你們不考慮 阿士 姓粉魚 黃偉 他們有經驗呢 那為甚麼他們又可以做的 我們很不明白 局長 當初你做局長之前 或者我用吳克劍局長做例 他做人力資源的 他沒有教育那方面的經驗 市民都給他機會 那為甚麼你們不給他機會 我們等多些的新人 願意進去去做 但你們寧願抹殺他 那我想知道局長 你到底知道我們市民 在哪裏不開心 你可不可以告訴我 多謝你的意見 其實在這方面 我剛才說了四個平核的 他正在問你問題 他不是問你問題 他問你知不知道他不開心些甚麼 市民不開心些甚麼 我們為何會這麼生氣 你們知不知道 你明白嗎 或者你可以解釋一下 原來你不知道 剛才你說我明白市民不開心是甚麼 我知道我自己今天來到這個直播室裡 我是不開心哪一件事 我是聽到這個消息 320個人是要裁戀 我是非常之不開心 有市民 我想你們很理解 你們昨天在宣佈之前 你不要告訴我 黃維基先生沒有牌 而可以養這麼多人 我很明白為甚麼他要這樣做 你們做這件事之前 你們絕對知道會有這樣的後果 所以大家都明白 但剛才你說到 你知道市民為甚麼不開心 我想我們不開心 除了是因為 我們知道有市民 是會沒有了份工 有多少個家庭受影響 但市民的憤怒是 我們期待了很久 政府會開放這個大器電 幫我們有多些選擇 見到現在電視台這麼不濟 我們開放競爭 有一個競爭 令到大家努力去做這個節目 但你們願不願意去接受一個 有客人去做 我想說的其實開放市場的政策是沒有變的 現在是一個循序漸進的方式 是開放市場 現在是增加了這個免費電視牌照的一倍 由兩個去到四個 這個是開放了市場 亦都不排除將來會這麼多 香港如果有三個 再開放多三個都不是問題 但你們只是願意開放兩個 我想市民的眼光是很清楚 我想說我們是繼續開放 亦都沒有設常限 我們是不排除將來會發多些牌照 在適當的時候 多謝陳底的意見 先我們爭取時間 聽盧先生 早晨 盧先生 早晨主持 蘇先生 你不是卡片 NVV 錄音機 主持給你很多時間 你不要真的惹怒人 你重複重複 你說的話我會背 第二件事 我想問 你上次撿死雞做局長的時候 之前你沒做過 六八九沒做過特首 難怪搞成香港這樣 我想兩個問題 爲什麽初初批大地 給他建建制製造中心 他不做製造室外做什麽 第一件事 是劇集那裏 現在最不妥的就是劇集 IK寶和文靠都沒有劇集的 我老媽子的老人家 全部是想劇集的 針對這一點 現在你是最強 有劇集那個 市民很多是想在這件事 爲什麽你不給這件事 你不要再重複第三件事 三十幾萬人 1%去圍你 有三千人 10%有三萬人圍你 你看來收貨 局長 你感受到市民的不服氣 你能否感覺到市民對決定是不服氣 但是我們這個程序 要跟法定的要求 以及既定的程序 去處理這些公平公正的方法 即使有民怨都在所不計 我們是聽市民的意見 有一個公眾的諮詢 也聽市民的意見 如果接下來星期日 有多少人上街 你就有機會改變這個決定 這是行會 根據一個既定的程序 去處理 一個公平的程序 這個行會 一定要跟程序去做事 即有十萬人上街 你都不會不為所動 當然這些是我們關注 我們都會繼續聽市民的聲音 但你會否檢討自己的決定 行會的決定是錯的 行會是沒有機會錯的 我不可以代表行會 去講這個話 但行會一定要根據經濟去做事 今天時間夠了 我們就要跟局長談到這裡 但局長經常說 我們沒有給機會去講 但市民 我覺得大家可以分辨到 後來的局長 究竟可以講到多少 這些答案 市民服不服呢 其實大家心中有數 謝謝局長 先談到這裡 好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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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